NVIDIA 推出新一代 GeForce GTX 980Ti 绘图卡 效能方面与TitanX相当贴近 所以性价比变得非常吸引 早前Inno 3D 推出了 iChill GeForce GTX 980Ti X4 Ultra 将核心运算能力推到极点 加上经过不同的修改之后 效能进一步提升到TitanX之上 Inno 3D iChill GeForce GTX 980Ti X4 Ultra 沿用红黑两种配色 在暗黑的外壳加入了红色长亮或呼吸灯下果 更加人人注视 沿热器采用由Inno 3D自家设计的Helculus CX4 Airbox 正面由三组大风扇 配置顶部的一组较小型的风扇 整体比一般绘图卡更有份量 需要佔用三组空间才足够 沿热器正面加入了金属外壳 并用了三组90mm的风扇导风罩 将风扇的气流吹去底下的铝旗片 夹在中间的铝旗片分成左右两部分 对正绘图核心上面的铝旗片 以两条同道本和核心部分连结 另一部分的铝旗片 就以三望同道本连接 三组风扇的风量和压力 可以保持核心在适量的温度水平以下 另外在绘图卡上面加设了一组50mm风扇 连接着一支同道热管 为己体火粒和供电部分散热 在绘图卡的背面就加上了一块厚厚的金属板 防止散热器过重压弯PCB 效能方面 内建GM-2310A1绘图核心 还预期超频至1152MHz Boost时密还可以达到1241MHz 旧公版高出5%以上 记忆体方面就用了6GB GDDR5 384bit 设计 有12组SK HINIX GDDR5 记忆体火粒组成 时密提高到1800MHz 供电部分就可用了6加8Pin 电源接口 并配合6加以上位VLM供电设计 和全固态电容 影像输出部分 除了在卡背提供DVI接口之外 还備有3组DisplayPort 1.2接口 每一组都可以提供4K假象度输出 和60Hz的刷新率 另外的一组HDMI 2.0接口 亦都同样可以提供4K和60Plus的影像 按照GTX980Ti的技术计计 绘图卡最高就可以同时提供3加1屏幕显示输出 整体表现相当优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